今天我們要談一個問題 其實是滿嚴肅的 女人在一生當中 很多機會都會遇到一個渣男 可能如果運氣不好一點 你會遇到許多渣男 可是遇到渣男以後 你能夠反省一下 或者知道如何避開渣男 也許這是你人生的一個很幸福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的心理諮商 是蘇迅慧小姐 謝謝 小燕姐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麼渣男怎麼會變成渣男 渣男會有哪一些的特色呢 我們這裡待會兒把它會舉出來 不過我們先來問 就是說你知道渣男怎麼形成了嗎 不是打成渣 男生變成渣男的因素 根據我們的蘇欣禮醫生講 他說他可能是一種情感連接的缺失 是不是 是 就是他們有情感的一個親密的能力 然後特別是對於情感的靠近很害怕 所以他們常常其實要進入一個 所謂正式的關係 常常會有那種想要 有一隻腳想要踏出去的感覺 或者是太自我中心 像是比較典型的是自戀性格跟自卑的性格 那自戀性格的人是因為他覺得所有女人的存在都是為了我 真的 對 所以所有女人的資源也都是為了給我 所有女人的存在都是為了照顧我 就是非常的自戀 就是心目中只有他自己 他自己最帥氣 或是自己最厲害 最聰明 世界上只有他這樣 是 有他 那自卑是因為他其實很容易受到打擊 譬如說女人太強勢 我受到打擊了 女人太會賺錢 我受到打擊了 女人太能幹了 我受到打擊了 容易受傷 對 很容易受傷 所以他在自卑的心態裡面 他也只有在自己的感受裡面 他沒有辦法再去回應他的伴侶 到底現在的狀態是什麼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是因為 他可能生活的家庭經驗不足 也就是說 他看到兩性之間的相處的模式 可能是不好的 或者是根本很缺乏 比如說父母其實不太在他身邊照顧他 所以他其實很空洞 他不知道該怎麼跟別人相處 或維護一個比較好的關係 所以我們認識男生的 如果先有這一些 你看到有一些這種徵招的時候 就稍微小心一點 要快 緩一緩 當然我也不說 每一個人這種人比較傾向多一點 對不對 傾向 好 其實我們現在就來看渣男 今天在座的四位都是遇過渣男 很抱歉請你們來 小姐 小空 嗨 大家好 小燕姐好 妳想告訴我們妳遇過多少次渣男嗎 我覺得我從 我的六次的戀情裡面應該有 四個到五個都是渣男 對 因為我可能不知道我自己要什麼 我發現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所以 妳是那種 就是很容易受到渣男吸引的妳 對 我也特別容易受到她們的吸引 就是我會喜歡那種渣男 渣男 對 好可愛喔 好 茵茵 好 茵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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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一種很容易成為 這剛剛小燕姐說的那三個綜合就是 媽寶 對 媽寶實在是有 就是有 看她的家庭 媽媽給她的教育觀念不夠好 所以她就鑄成了她整個人就是 自我中心對不對 對 她的整個會歪掉 所以我覺得遇過媽寶應該都是遇過渣男 好 楊益晶 好 那我的意思遇見渣男不是年輕 你小女孩會遇到了 你很有社會經驗 你工作很久了 可是你可能因為寂寞或者怎樣 你還是會遇到一個 對 有時候你會 就是太渴望愛情了 你有時候就會被遮掩 因為我記得楊麗晶曾經有一段 滿長時間的感情 對 那個十四五年了 十四五年 十四五年分手以後 其實會有一種很渴望愛情 因為十四五年 你知道到最後都變親情 已經很久沒有談戀愛了 可是當你遇到一個 好像說當愛情來了 你就會全力以赴 奮不顧身 也不管她出生背景 跟你有差多少 年齡差距有多少 就一頭栽進去 這叫做危險分子 對 沒錯 這種女生是危險分子 因為我就是那種射手座 所以我一旦愛上去就是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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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我的親人 家人都說 你不可以這樣子 我甚至於不惜跟家人那一陣子 拚命了 拚命 有一點都沒聯絡了 還是要跟她在一起 結果我發現這是渣男 所以妳看到沒有 這跟遇不遇到渣男跟年齡沒有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有一點點像 一樣那個經濟 你射手座嗎 我獅子座 那會是 我是飛蛾撲火那一種 對 對 這樣子 好 對 你也煩得 好 E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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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說得很好 不過我想知道 妳遇到的渣男是 說國語的還是說英文 說英文的 對 因為我自己是本身是 出生長大在美國 我是後來才來台灣學中文這樣子 所以我遇到的那個渣男 他是ABC 所以他也是講英文的 渣男不分國籍 對 不分國籍 渣男不分國籍 不過也不分他講什麼語言 對 好 剛剛我們講的渣男 我把渣男分幾種形態 這幾種形態 也許妳也都遇過 所以這裡我把每個人 遇到過的情形 把妳的名字都放在後面 菁菁姐 妳要冰果 對 冰果 妳就差一個 不敢打我 對 還好她是武打明星 對不對 對 沒有 我閃得很快 我覺得她假如會拍桌子 丟罐子 我就走了 就不要 而且他們應該不會跟我來硬的這樣 茵茵 雖然戀愛不多次 妳的那個渣男病態很重 那個一個全雷打 就是差兩個就全雷打了 小Call雖然遇過三四次但是 還好 我都是輕微的 妳都輕微的 感覺是輕微的 但實際感受起來不是 實際感受 很深刻 這些渣男妳遇過幾個 老實講我們從下面講起好了 因為劈腿欺騙說謊 好像這是渣男的 必備特殊 基本款 對 基本款 基本款對不對 對 基本款 就是他們 因為劈腿就一定包括說謊 對 但是她的說謊 可能不只是劈腿 她說謊她的工作 或者是去哪裡什麼都可能 可是她是建宗畢業的就不是 太明顯了 我也是我朋友 是 妳朋友 OK 好 另外一個就是 有了女友 還跟別人搞暧昧 就是說 她除了有妳以外 她可能還有別的 別的 當然這就是包括在劈腿 不過這個是說 有了妳 還跟妳自己身邊的人 真的 真的是 渣到爆炸 無法忍受 是不是 如果有用典型渣男 她們喜歡刺激感 特別在感情的生活裡面 她們覺得越刺激 越有變化越好 越有變化越好 所以她們通常會跟女性說 其實我還是很愛妳的 我對妳的愛還是非常專情的 但是我對另外一個人愛也是非常專情的 這句話我要講 好像曾經聽過 曾經聽過很多人這樣講 好 平氣差 態度差 酒品差 酒品真的是可以看出一個男生 喝醉酒太多藉口了 真的 酒品跟排品都可以看出一個男生的人格 這個妳們三個人都有經驗 小Call 對 我有經驗 妳有經驗 是 這個 态度差 酒品差 酒品差 酒品差會很OK 酒品差跟上面那三個 就是可以連在一起 對 我覺得好恐怖 她就有可能會動手打人 對 這三個就是在一起 對 她就可以言語暴力 對 其實這三個很可怕 可是我覺得我的 可能就最還有三輩 Emily 妳就中三個 這三個就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 因為要別的我也不要那個 就是煩死人了 所以妳的那個 妳的經歷是很恐怖 她有把妳關起來嗎 有 她把我鎖到她家裡面 不讓我出去 因為那個時候我過去的時候 我有去跟她談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不適合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她已經翻桌子 然後會 就是會有這些動作出來 雖然還沒有打 可是我覺得 那個時候她把我鎖起來的時候 我想要走的時候 她就打我 她賞我耳光 然後我覺得 就是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我怎麼會遇到這樣子的人 可是我當下我也沒有哭 因為其實妳當下被打的時候 妳會被嚇到 嚇到 然後結果我被嚇到的時候 我就自己想要走 結果她就抓我 然後她抓我的時候 她就再打 可是每次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她最後的時候都會很愧疚 然後都一定會 求和好 對 然後會 然後就道歉了 對 會跟你下跪 然後跟你就是 妳知道嗎 說很多 都是一樣的 很多這種東西 然後自殘對不對 我再也不會了 對 就是我在意我求妳 我以後真的不會 妳真的 只是我真的 那個經驗我真的有學到 有1就2 因為那個時候 我真的覺得說 也許我真的心太軟 我就覺得說 好 她好像有誠心誠意的 我會給人家第二次機會的 可是這種真的不能給 我第二次給她機會的時候 真的出手是更用力的 真的不能做 真的是這樣子嗎 真的 我跟你講 當第一次 妳就不可以了 因為真的 可是話是這麼講 當一個男人跪下來 對 妳會覺得很難過 就說是妳刺激到我 是因為妳要走 所以我 我是在妳面前 對 妳知道我 我有一個演藝圈的好朋友 有一次他就跟我說 他就哭著跑來我家 我說怎麼了 他就說 就是他男朋友打他 我說怎麼可能 他不像這樣 他絲絲穩穩的 他說他就真的打我 而且他還要強爆我 他要 就是已經把他褲子脫一半 你就不就範的話 就是他就一直這樣 撞他嘴巴 一直撞他一撞他 就告他報警 對 然後他說 我說那妳怎麼討出來的 因為通常是一定會 像反鎖他或什麼的 他就說 他就想 因為他是演員 所以他就說 他就先演 就說我會就範 妳不要那麼生氣 妳不要那麼生氣這樣 他說好... 妳要怎麼樣我都配合妳 然後那男生就突然軟化 就覺得怎麼 剛剛那好像不是 我就說寶貝 對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 妳再給我一次機會 求和 就也是會這樣 然後我說可是妳當下 他說我實在是 就覺得這個人實在是太可怕 妳對他的信任 已經完全瓦解 怎麼會想要強暴我 對 那個真的很可怕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還用強暴 對 我之前是他打我 然後結果後來 他跟我和好的時候 結果他後來又在打 我每一次去上課的時候 那時候我讀大學 我每一次上課的時候 到夏天我都還要穿長衣長袖的 因為我身上每一次都被打 都是上課 然後我一直想要走 結果他會一直恐嚇我家人 恐嚇妳對不對 對 妳家人 不是 我家人 因為我家人是住 就是也是住美國的 然後結果他就會一直恐嚇 我每次想到這一段 我都會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覺得說 好像沒有人可以幫我 然後我又不敢講 其實有很多女孩 尤其年輕的女孩 因為她比如說就在大學的時候 她覺得談戀愛 就是互相有感情 那我被打 有的時候女孩子 會還覺得有點自責 為什麼 那我不想講 第一是沒面子 第二是說 別人會覺得我被打 一定有什麼原因 對 有可能有一些時候 我們社會會有那個 責備被害者 就是說妳是不是做錯什麼 妳會不會是激怒了她 或者是妳是不是 不懂得看人家臉 妳打我 妳打我 如果是激怒她 她就越想千萬不要講這樣子 真的 就是社會上很普遍的 所以有一些當事人 她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她可能就會想說 別人會怎麼說我 別人會怎麼看我 別人真的會幫助我嗎 其實很多人是問號的 對 就像她這個情形 是一個大學的女學生 她會覺得甚至在同儕 就是同學當中 其實是很怕說出去的 對不對 就是說出去 妳會被男朋友打 對啊 因為那個男生 他又是像家經還行好 功課又好 然後又是學校的女生 王自行 然後長得又高又帥 就是每一個女生 人見人愛的那種 我說出去人家會覺得說 也不想好 也不想好 然後人家都覺得說 好像我們很配 只是我都覺得說 好不行喔 還好妳來到台灣對不對 真的 逃回來 逃回來 對 逃回來 好 其實我覺得這三個 真的是最恐怖的 除了肢體暴力 精神暴力 到因為脾氣差 態度差 就可以差 好 那我覺得 在這上面 妳為什麼會遇到渣男呢 其實有的渣男也是因為 他很寂寞 他就是覺得他要人陪 結果妳陪也可以 他要人陪也可以 對 我就遇到過 因為其實曾經有一次 就是有一群朋友 就是我們像今天晚上去夜唱 然後夜唱完之後 大家就想要續他 那個有一個男生 其實我們就已經認識很久 他就邀請說 那我們要不要等一下夜唱完之後 我們去烤肉 我就覺得那時候 因為也很年輕 才剛畢業 然後我就覺得 這樣子好青春喔 好喔 就一定要去 然後我們就 他也約了他另外一個朋友 去他們 我們要去他的工作室烤肉 然後我想說我一個女生 我也就約了另外一個 我比較好的女性朋友 所以我們四個人 就搭了一部計程車 然後往山上的地方 因為他們的工作室在山上 那到工作室之後 我就覺得非常的奇怪 因為另外一個男生 就把我另外一個朋友 帶到那個房間去 妳這是一個 不是在講恐怖故事嗎 不是真的 是真的 我印象非常深刻 然後他也把我就是 問我說要不要睡一下 然後去睡 睡一下就完了 沒有 然後 妳該不會那麼呆到 我真的就說好 反正有點累 那就睡一下 他說睡完之後 我們再去買烤肉的東西 睡了就完了 沒有 然後後來 我們進到他的房間的時候 他那個房間是大通鋪 然後我就發現 我那個時候還帶隱形眼鏡 我還說可不可以幫我拿藥水 因為我帶隱形眼鏡好不舒服 他也很貼心拿了兩個水杯 然後幫我用了食鹽水 然後我就摘下來 放進去之後 我就躺在床上 妳就看不清楚了 沒有 我看不清楚 對 然後後來躺著躺著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明明要睡覺 妳幹嘛一直離我越來越近 然後進到就是有點這樣反 要往我身上壓的時候 我說妳會不會反應 太慢了 都躺下去了吧 沒有 是說真的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覺得是自己的朋友 而且認識這麼久了 我覺得不可能 然後後來我就是跟她 把她推開 我說妳這次在幹什麼 對 而且她還有女朋友 後來她還有女朋友 對 然後那時候 因為我們在台北 她女朋友在高雄 那時候我就嚇到之後 我就立馬跳起來 然後跑到另外一間房間 剛好有一個男生在那邊睡覺 我就拼命敲那個門 然後我就請她載我下山 這種情況下有點危險 因為如果一旦發生事情 她一定會說妳請我願 然後她也會說 其實我們就是一次 就是開心而已 妳幹嘛想那麼跟我 而且在法律上 有的時候她會覺得是妳是 妳願意跟我上山的 妳是從下面跟著我坐車到山上 一路到她的屋子裡去 可是人家只是覺得 對啊 好朋友是天要而已 就是重點是好朋友 重點就是 就是在這 所以妳的孩子真的要小心 對 好 通常的渣男 是會甜言蜜語的對不對 這是一定要的 在很多的資料顯示 就是通常會成為渣男的 兩大條件 第一個就是外型要好 真的 外型要好 因為 就是近期的渣男 好像外表都不是很好 我的是外表很好 而且網路詐騙上 也是一定要換成一個 好看的外型 沒有 她外型很好 而且會迎合我喜歡運動 是 她會迎合妳 就會迎合妳對不對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這個 花言巧語 甜言蜜語 沒錯 可是我有時候很喜歡 聽這些套 不是 而且她一定會說 這我不需要前前聽 可是偶爾講一下 很開心 尤其當她對妳不好以後 她再跟妳說 其實還滿甜蜜的 妳知道嗎 而且 而且每次都叫妳寶貝寶貝 妳剛開始就會好貼心 後來妳會發現 因為可能人太多了 寶貝統一 絕對不會叫錯誤 我現在寧願她不要給我甜蜜 真的 我現在看完這個東西 我覺得不要甜蜜 最好不要 完全不要甜蜜 妳就做出來 真的 有所做給我看 尤其是她做了壞事以後 對 她還在甜蜜 其實真的 那個就是包了糖的毒藥 就對了 千萬不要吃下去 那個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家男每次都會成功 所以她一定有一套 她的房子 很厲害 SOP SOP 真的 像我遇到的這一個 她就是 她除了會甜蜜之外 她還有很強的金錢厚盾 所以她想辦法用錢去砸妳 那就看妳接不接受 很多人可能就是想要錢的時候 或是想要一些禮物的時候 妳就很容易上當 可是同時 她也會讓妳知道說 我就有女朋友 可是我現在對我身邊的 所謂的紅粉之際 我都這麼好 只是這些紅粉之際 要不要再跟我進一步 像那時候 TEN 現在TEN剛出 就是TEN剛上市的時候 在還沒有發布的時候 她就有失之了 她就是想盡辦法 就是讓大家覺得說 妳怎麼那麼厲害 不是還沒發嗎 妳居然就有疤了 她說對啊 這是很炫的渣男 對啊 炫富 這屬於有權渣男對不對 對 炫富渣男 那有一些渣男是要妳買給他 對 國泛渣男是要妳買給他 我認識渣男很窮 不被愛的才是第三者 楊麗晶慘遭劈腿 她說說 我一直想的未來 因為我的前女友 得了厭食證 我要救她 我這一輩子犧牲了 我愛的是妳 我說我楊麗晶不可能 當人家第三者 她說 我告訴妳 在感情的世界裡 我被愛的才是第三者 妳是第三者 什麼 我認識渣男很窮 然後幫她創業 創業完了 她劈腿 而且她劈腿 那時候剛開始還蒙著我 就是因為我出於潛水 然後她回來 我就收到一個分手信 我說 她前一個月還跟我去同學會 說要跟我結婚 我所有的同學都知道 我今年年底就要跟她結婚 為什麼有分手信 她就說 我如果再跟你在一起 因為我一個兄弟打給我說 妳現在認識楊麗晶的 柯柯柯 我好羨慕妳 她說我如果今天再跟你在一起 我就是一輩子 被人家瞧不起的小白臉 所以我要離開妳 我要去南部七天了 妳不要管我 我不會接電話 妳知道那七天 我在潛水在海上 還跟她找那個空間 視訊還愛來愛去說 寶貝怎樣我愛妳 她也愛我 我也愛她 奇怪 很期待回來 怎麼一封非手信 然後我就在她家哭了七天 她媽媽也跟我說 她真的是愛妳 我真的不知道去哪裡 還演 說好像半夜有人打電話來 她就你們說我這樣這樣這樣 這七天剛好我要考那個 因為剛好我今年考兩個碩士班 一個台科大的研別 一個是北市大的研究所 有手 運動傷害科學系 我要考試的時候 完全不能念書 我還留電話打錄給她說 妳可不可以接我電話 我真的念不下書 真的七天七夜 沒回我電話消失 終於回來了 她就說還騙我 說我去那個 我朋友的海產店 去洗盤子洗夜七天 我好心疼 妳說我有沒有比較粗 然後她說說 我一直在想妳的未來 因為我的前女友 得了厭食證 我要救她 我這輩子犧牲了 我愛的是妳 我說妳先搬走 因為那時候我坐在她家 劇本還寫得有點爛 對 而且她去 看八點檔 真的八點 然後她說我愛的是妳 我說我楊麗晴 不可能當人家第三者 她說 我告訴妳 在感情的世界裡 不被愛的那個才第三者 妳愛的那個才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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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表情的巨型 我告訴妳 我再記得一下這個台詞 在愛的世界裡 不被愛的才第三者 我告訴妳 可是小燕姐 那時候我還愛她 我就覺得我真的要不要 我差點當人家的小三 而且是那種通姦罪 為什麼 因為她在我要潛水回來那一天 早上登記 中午夜課 為什麼 12月那個女生就 她就跟那女的劈腿 然後3月已經大肚子了 懷孕了 所以晚上去度蜜月 所以我去她家拿分手信 哭的時候 她是抱著她辛苦老婆度蜜月 她媽媽都知道 有去喝喜酒 然後還跟我演 妳說是不是比八天哪更誇張 真的 很誇張 然後我如果說不知道這件事 我是不是就莫名其妙要變 變第三者 對 就變第三者 真的 我這一輩子努力我的 我都靠打氣 靠自己 我是不是就被她毀了 對 妳說這個是不是甜蜜 跟真的很糟很糟的一個人 爛死 爛死 什麼洗盤子 什麼洗盤子 洗盤子 結果又變足利 我老婆開心爽得很 海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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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跟她說 寶貝妳的手 這樣子是不是很粗 還摸得她的手 我覺得 當然有一個非常典型的 就是她們會去希望得到 女性的照顧 所以她們通常都會是裝可憐的 而且不是她會編劇 對 就是越能夠溝通 妳想要照顧她 保護她 相愛世界的 不被愛的才是第三者 她都講得出來 那我差點變成第三者 我覺得她最壞就是 妳差點害我變成不到的人 不是 妳直播的不可以 她其實可以 光明正大地跟你講 所以她還想留住妳就對了 她還想利用我 我覺得 是 她還想要擁有這個 女性的這邊的資源 對 如果她能夠給她的東西 好精采喔 所以這個是分手以後到處說壞話 因為很奇怪 這種渣男得了好處 但是他必須建立她自己的這個 某種信用 對不對 那她跟她分手了以後 她通常都會說女生的話 對 而且還說是 我倒貼她 我追她 這樣子 好噁心喔 對 那一定有金錢方面的糾纏 我告訴妳 這個是太精采 因為當初她追我 還辦了一桌 還好我有人證 請我的姊妹濤 然後她就說 她就說 我知道 那時候我覺得她比我小十幾歲 我就不要 大概十三歲 我說妳知道我的年紀嗎 她說我知道妳最害怕的什麼 是年齡 我告訴妳 我幫妳想好了 怕生小孩嗎 妳有動軟 沒有問題 我們去做 妳真的生不出來 我們就領養 我是聽了說 這年紀這麼小 都幫我設想好 我感動到 妳沒有錢什麼 我覺得我們 妳只要有志氣 我陪妳一起奮鬥 我覺得那時候 每天她不會開車 我就當司機 她不會開車 她不會開車 我當司機 每天陪她去跑業務 真的 每天陪她去跑業務 因為她剛創公司 人家對她會 沒信心 三十幾歲 用了妳的人脈 對 用了我的人脈 我一坐到那邊 就是人家覺得 品質保證 因為我的信用很好 而且人家知道說 我這麼多年 我人家會覺得說 她的女朋友是楊麗晶 應該這個男孩 是OK的 人家都以為她是負二代 好 沒問題 而且問題是 我開車還會 她還會罵我說 就是自打開車 我告訴你 下次我不要坐你車 因為你開車 總是有人會巴巴噗噗你 那男生會這樣子 因為你開車一定會 她說 這樣子人家覺得 我坐女人車很沒禮貌 我就說 寶貝 你不要這麼嚇 她會有一種 對 自大的心理 自大跟自卑 自卑 對 她說我以前做協議 自卑變自大就對了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要這樣 人家現在看到女生開車 會覺得你應酬多喝酒 所以女生開車 所以警察一定不會領檢我們 所以有一次警察過了 沒有領檢 領檢前面有車子 我有機會這樣 你看 我就覺得很累 我每天都要 帶她這樣子你知道嗎 然後呢 後來就是 後來不是說 就是 我就是一直幫她闖闖闖 就是很多東西 然後到最後好 我就說 妳們分手的時候 她會為妳要錢嗎 我跟你講 因為我那時候有個前男友 剛剛小燕姐說 十幾年那個對我很好 她有跟我講過 今天只要妳楊麗金沒有結婚 我一定會照顧妳 然後後來她就跟我說 她就跟我說 我沒有辦法忍受妳的前男友 妳跟她有任何一點瓜葛 後來我為了她 我很對不起她的前男友 我跟我前男友翻臉 我就跟她說 我已經有男朋友了 妳不用照顧我 然後她就說 好 我為了她 我現在要省吃檢用 每個月要付20萬的貸款 然後這個無所謂 可是她那時候還跟我介紹說 那妳要不要去問一下我一個律師 我說好啊 看看妳這個可以怎麼樣 她介紹律師 她沒有陪我去我自己去 我屁股坐下來她就說 那妳要不要考慮借二胎 我說二胎 我先想二胎 我說我這麼辛苦的 大半輩子我若借二胎 我不是每一輩子的高利貸 給壓死了 我就說我楊麗金 做生意都不漂貼的 所以我不二胎 然後我後來就說 我寧願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我前男友後來也都很好了 就說好 那再妳背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 她為什麼要介紹我去找她律師 借二胎 真的很可怕 妳是她的人 對 她說服她的人 對 我就覺得說 真的是 有時候我覺得 妳現在跟她分開清楚了吧 我跟她本來就分開很清楚了 因為假如我這個二胎接下去 就會不清不楚 妳懂嗎 好可怕 然後之後 她之後就開始恐嚇了 她說如果我敢說她結婚怎麼樣的話 她就要什麼 找人家去拜會 我家人有的沒的 而且我也一個人住 其實這個在我們的心理裡面 它其實是一個未成熟 不成熟的反應 就是說她其實內在 活在青少年的狀態 她並不了解現實的生活 其實真正的困難是很多的 挑戰也是很多的 所以當她要真正面對現實的時候 她其實有很多的挫折 她也知道她其實自己的能力 可能不一定能夠順利的面對 所以當她遇到妳的時候 她會去想像妳 其實會給她打通關 所有的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但是她心裡面又有那一種 我就說那個未成熟的心態 就是她又不要妳 好像感覺起來她都是靠妳 或者是都是妳給她好處 她又不想要這種地位上 比較低一點的那種感覺 好啦 我這邊 再次謝謝她 好 謝謝她 給我這個輩子 從來沒有的結束 結束以後我覺得 應該不會吧 看得更清楚 來 我有一些女生 小Call妳看一下 是 有一些女生離不開渣男的因素 我的意思說 就是妳遇到一個渣男 還會再遇到另外一個渣男 或者是 有的時候妳自己很固執 對 我超固執的 別人怎麼說 我都是說不聽的那一種 曾經我也就是也遇過一個男朋友 然後那男朋友 其實在我的經濟兒 還有我所有的朋友 都跟妳說不好 說不好 而且這一秒 可能我們在辦公室 就是我們在公室裡面聊天 她說那個不好 我就 對 她不好 她不好 結果下一秒她打電話來說 她在外面等我的時候 我說拜拜 我就去坐上她的車 就跟她回家了 其實後來也很快就分手 因為那男的其實就是 也是一開始對妳很好 但是在一起之後 她就會有一些 語言上面的暴力 對妳講話就非常的不客氣 但是我就是聽不進去 旁邊的人說什麼 因為我當下的感受很重要 妳都已經有兩個聽不進去 妳呢 我覺得女人會 合理化妳男人的行為 我朋友她就是這樣子 她交了一個男朋友 後來有一天 她也是賞她而忘 後來她還是沒有離開 覺得說 是我多忘 誰變成說她打我 我不應該這樣跟她吵 結果後來 他們在開車的時候 我朋友就跟她講說 我覺得我們真的不捨得 我們分手好了 她說妳要下車是不是 然後就直接毆打她 對 就像男人在跟男人打架這樣子 謝謝 妳可以接妳們兩個聽不下去 妳呢 我... 妳應該也是 我覺得很亮 妳的當下 當下是很...對不對 對啊 而且我覺得像 男人類的那種情形 在大學裡頭 交到一個男朋友 就是人人覺得好像是 大學裡頭的這個 特別人物 就是... 風雲人物 風雲人物 妳跟人在一起多好 對 在一起 就很多女生 有的時候妳會覺得說 我應該有這樣的男朋友 別人會很羨慕妳 所以妳會過於依賴 這樣子的情形 對不對 其實妳會覺得說 我在學校裡有這麼一個男朋友 這不曉得是不是一種 虛榮心 也會造成 其實當我們是女孩子 小女生的時候 其實難免都會有這個心態 就是覺得說 對愛情有憧憬 有幻想 特別是如果我們常常就是 進入到像戲劇化的那個過程 我們就會覺得說 如果有一個真的是典型 每一個女孩子 都會羨慕的那個人出現的時候 只有她對我好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非常的恩寵 對 就那種感覺 因為過於依賴這個 有時候其實是妳的 譬如說 因為有一段時間 總是會 演藝圈會比較沒有那麼好 就沒有什麼收入 低落的時候 對 可是如果對方能夠 Cover妳 幫忙妳的房租的時候 妳是其實 妳知道我們不適合 可是我也沒有辦法 我必須要就是拜託 因為妳不想讓家人擔心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對虐待錯誤對待沒概念 我想就是Emily那個時候 不太了解了 就是說妳覺得她可能 在她跟你說道歉的時候 她一定會說 我因為很愛妳 所以我才這樣子 對 因為我很愛妳 所以我要把妳關起來 因為我好愛妳 所以我才生氣 對 我捨不得妳 我不想要妳離開 然後幹嘛的 可是 妳不覺得把妳關起來太可怕了 是啊 她把我關起來 然後重點是那個時候 還可以撕掉 對啊 然後再換水 重點是那個時候 我跑出來的時候 我有看到她媽媽 然後我就有跟她講 我說阿姨拜託 我說我要跟妳兒子分手 妳可不可以就讓我出去 我說妳兒子把我反鎖 媽媽在還不救妳 對 她媽媽在她房間 然後那個要反鎖 他們是有一個大鑰匙在下面 才可以特別反鎖的 那麼普通鑰匙沒有辦法 然後結果後來 我去跟阿姨講的時候 我說可不可以給我那個鑰匙 我說我求求妳 我是哭的 然後在求 媽媽應該會幫妳 沒有 她沒有 她說我兒子很愛妳 然後她說我兒子很愛妳 妳家都有病 真的 我不想要看到她難過 妳就忍一下吧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父母 她媽這樣子跟我講 我整個哭到不行 我就真的那個時候 她有跟她兒子講 她說我有跟她講說 不要這樣子對妳 因為媽媽很喜歡妳 可是有時候妳也知道 女人就是要忍一忍 男生脾氣有時候就會不好 這樣妳更笨笨的跟她在一起 還好我沒嫁給她 嫁給她妳就慘了 真的 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然後我覺得這裡頭有一個 就是說 當妳遇到渣男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妳的觀念當中 會有一個就是說 我忍一忍 千萬不要有這個觀念對不對 千萬不要有這個觀念 因為虐待就是虐待 沒有什麼好忍的 對 我就是這樣覺得 我就沒有想要忍 因為妳還是對她有一點愛 然後妳會覺得說 是我錯了嗎 不是 我就是會 我常常會想要溝通 然後我就會好好的跟她溝通 反而她發我的時候 然後我在說妳怎麼了 我們來溝通一下 她就會罵髒話 然後就說妳覺得 妳真的是心理醫生喔 然後我就說不是 我說我們沒溝通 妳說是心理醫生 請問一下妳跟她在一起多久 一年 妳還可以忍受一年嗎 我沒有辦法忍受 因為第一次她動手 我就想分 可是她恐嚇我將人 她就會跟我講說 她會對我家人怎麼樣 什麼東西 然後我那時候不敢講 可是那時候我應該要講 因為假如我講 爸爸其實會保護我的 我怎麼會不講 我一直覺得這個情況 因為我曾經也這樣過 所以我就上網查 這到底是什麼 我就想是不是那個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是妳會愛上妳 虐待妳的那個人 我知道 就是妳會離不開她 因為像我那個男朋友經驗是 她會想辦法支開她不喜歡的朋友 我的朋友 因為兩個人認識總會 會去認識對方的朋友 然後她還認識我的朋友 譬如說她不喜歡 某個男生或某個女生 她就會說妳要跟那個 出去喔 她會直接講那麼重 我說妳幹嘛要這樣子 人家就是好好說 她嫁給那種垃圾 妳也要跟她當朋友 然後一直這樣 然後就會講什麼物以類句 對 妳就跟她一樣 這個爛東西 妳跟她在一起 妳就是一樣什麼什麼的 妳就是這麼爛 好... 我不跟她出去可以吧 妳知道那時候我真的以為 我覺得我要得憂鬱症了 因為那時候我在看電視 我在看馬達加斯加 這種可愛的電視 但是我在哭 我說為什麼那個斑馬有朋友 我說沒有 妳知道我在... 我覺得妳們... 我覺得妳們... 妳累積太高了 真的 被虐狂 被虐狂 所以我去上網查說 是不是我生病了 因為蘇一聖覺得妳們都有病 是不是 就是說其實很多女性 會有一個情節 就是剛剛說的是 斯德哥爾摩情節 但是其實有一個情節 是拯救者情節 像剛剛Emily說的 她其實會覺得說 妳的那個脾氣不好或暴躁 我是可以改變妳的 我們可以溝通的 我們可以為這個感情努力的 可是事實上她的情緒不穩定 或者是她的衝動 暴力其實都已經是一個顯示了 她其實如果真的要改變 她早就改變了 她早就學習了 早就去改變了 還有一點就是說 妳忍一忍她會不會變好 我看 只會越來越多 她沒有 我跟她媽講 我說我沒有辦法忍這種東西 然後她媽就說 妳覺得妳自己的脾氣很好嗎 可是我其實覺得我脾氣 她媽還這樣子 對 我覺得我 妳被鎖起來 對 然後她就說 妳就好好去講 妳去她房間去講一講 其實如果Emily說的 男友媽媽是這個樣子 妳就可以理解這個男友 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我是因為她弟弟 幫我出來的 是拿那個鑰匙 然後讓妳去 弟弟是正常 家裡還有一個是正常的 對 她也是正常的 可是弟弟只是要出去了 對 她順便一下 對 其實我覺得女孩子在跟男孩子交朋友的時候 一開始當然都很好 尤其她送妳禮物 她跟你 甚至她可能跟你父母還挺聊得來的 覺得妳 可是往往在某些時候 她就會出現一個 不願意為問題挺身而出 所謂不願意問題 就是妳有問題要問她 對不對 或者是妳遇到了一些 妳們兩個之間的困難的問題 甚至是對外 比如說如果這個房子是你們一起租的 房租是不是 你們兩個要一起想辦法 可是她就自自不理 這個房租不關我的事 隨便不關我的事 可是我每天都躺在沙發上看電視 吃洋芋片 可是這一些一切都是妳的事 所以這個不是說 好像說別人來罵妳 她會不會為妳挺身而出 所以有很多女性 在交男朋友的時候 比如說吃飯有個男人走過來 那個男人也沒有怎麼樣 看了妳一眼 她就走過去打人家一下 妳會覺得 我的男朋友好愛我 愛什麼 她有 對 我覺得 那個時候妳就要想想 妳是不是交到了一個 非常脾氣 很壞 沒有EQ 然後很幼稚的男生 是很幼稚 那就是很幼稚的行為對不對 但是通常女生會覺得說 她好愛我 因為別人看我 還滿好笑的 怎麼可能 都是正常的 沒有 這個我不會 這個我不會 但是我覺得第三個 我比較容易遇到 對 不清楚 她和其他女生的界線 如果你發現她有這種暧昧的情形 有1就有2 有2就有3 真的 因為這是個人界線的問題 就是說對她來講 她的界線是非常的鬆散的 甚至她覺得只要有一點點關係 都可以發展出情感關係的話 其實這樣子的人 就是一定要好好的慎重考慮 對 這個所謂容易暴躁衝動 我覺得像剛剛妳講的那些 妳為什麼要跟那個女生出去 那個女生叫什麼垃圾 我覺得講話難聽 羞辱性的語言 對 羞辱性的語言 表示這個男生內在 真的有一點點的問題 不是情緒管理不好 就是心不很好我覺得 心情不夠善了 心態不好 而且妳知道 我跟她在一起這段時間 我的朋友就全部都傻眼 直到我跟她分手之後 我朋友才跟我說 妳知不知道妳跟她在一起這段時間 妳嘴巴多了很多很多的髒話 我告訴妳 這個就是因為自卑產生自大 所以她都覺得別人是垃圾 對 可是妳變得妳 因為妳跟她在一起 然後因為又經嫌關係 妳又離不開 然後妳就被她影響 妳整個就是放水流 妳整個講話很難聽 然後人家唱歌不好聽 她就說她怎麼這樣唱 唱得有夠難聽 那個時候妳也變那樣嗎 我一開始覺得 妳幹嘛這樣講人家 就是她在唱KTV開心 妳為什麼要這樣 我們又不是唱歌比賽 到後面妳為了不要 讓她跟她吵架 妳就會跟她講一樣 她就說對啊 我跟男生 別吵… 就這樣笑人家 結果妳就發現 妳的心情變得很快 被通話對不對 對 跟她在一起 妳就必須配合她的這樣子 對 很可怕 真的 是的 可不可以 好可怕 前男友影響巨大 音音腳後失控 毆打男人 我交了這個男朋友之後 我居然在有一次 我們一起搭出國的時候 就我喝醉了 然後他就是服務我一下 然後我就這樣 啪 開發掌 我就說 妳啊 跟全世界男人都一樣了 可是我根本就是記憶片段 我根本不記得 那他是不是就被妳弄走了 結果找到一個渣男自己還變渣女 對 對 會太損失太大了 對不對 我覺得會影響 妳的男朋友真的會影響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暴躁衝動 這個通常 有的時候我覺得女人會 合理化妳男人的行為 對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女人很奇怪 從眼睛視力不好以外 她腦袋很清楚 她幫她的這些行為合理化 其實合理化是我們 大概整個文化 從小到大很多家庭 都給女孩子這個觀念 比如說弟弟跟哥哥都可以 做很多的行為 都可以不要管別人的感受 別人的想法 可是女孩子就是 要一直都為男性的存在而服務 然後就算他們其實性格上 有很多的扭曲或很多的改變 反正我們地位也比較低 我們就順著他們 只要他們不要不開心就好了 很多時候就是為了 要在那個環境中生存下來 所以妳就必須要勉強自己 去做一些合理化他們行為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是我們其實要注意的 就是說妳的過去 從小到大的家庭經驗告訴妳什麼 妳的女性地位 妳的女性的尊嚴 妳有想像嗎 我朋友她就是這樣子 他們家人就是 也是很好的家庭 然後環境也很好 只是她媽媽每次都跟她講說 女人就是要忍 然後什麼什麼東西 結果後來她交了一個男朋友 那男朋友也很好 我也覺得說還不錯 可是結果後來有一天 她也是賞她耳光 然後我就說那妳要離開 結果後來她還是沒有離開 然後她還覺得說 是我多話 誰變成說她打我 我不應該這樣跟她吵 然後我想說 結果後來她們在開車的時候 那女生她就跟她講 我朋友就跟她講說 我覺得我們真的不適合 我們分手好了 妳就把我先放到這邊 那我就自己回去就好了 她說妳要下車是不是 然後她就直接在馬路中間 停車 然後就把她拉下去 然後女生說妳在幹嘛 那她只是這樣子 她說妳在幹嘛 她說妳要打我是不是 然後就直接毆打她 好可怕 把她毆打到不行 就像男人在跟男人打架這樣子 然後結果後來 因為她比較高 然後覺得她有反抗 一定會 然後那男生就覺得說 妳在打我是不是 好啊 妳覺得妳自己長得漂亮 我把妳打毀容 然後她就把她 就是像真的打男生那樣子 打臉 然後摔到地下這樣子 太可怕了 對 然後結果後來 她跟我講這些事情 我哭到不行 因為難過 然後結果後來 她就跟她分手了 分手後 她再過幾個月的時候 她就說 Emily我覺得 妳看她傳了這些簡訊 她是真的跟我說Sorry 這個就不對了 真的 我快暈倒了 我快吐血了 因為我發現 容易 暴躁衝動的人 最後一定會打人 因為為什麼我可以跳到這個 因為我曾經遇到一個男的 就是他 他也是很喜歡跟我一樣 打拳什麼的 有一次我跟她去運動玩 因為那時候我在香港 她就來我家 我有請一個阿姨 在幫我做菜幹嘛的 然後我就去房間整理東西 一出來就看到 她跟阿姨在對罵妳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阿姨比我媽還大 應該是70幾歲 妳怎麼可以對長輩在那邊罵 真的 罵一罵她說 妳給我走 趕阿姨走了 阿姨就說 楊小姐請我來的 我為什麼要走 她還說 妳 妳把錢拿出來叫她走 她叫我把錢拿出來趕她走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不拿 我當然不拿 我說阿姨 我在那邊勸阿姨說 妳不要難過幹嘛 有一個玻璃的罐頭 她就查阿姨在那邊砸過去 還好 那個罐頭沒有砸到阿姨 阿姨閃 砸到牆 可是那個 妳知道嗎 那個玻璃碎一地 然後阿姨就走了 走了我就跑出去追阿姨 我沒有穿鞋 我就滿腳都穴 一直到電梯 我說阿姨 對不起 她說 楊小姐這個男生 妳要小心 怎麼可以這樣子 很可怕 她跟我交往 都很愛我很幹嘛 從來沒有看過她有暴力傾向 可是那一次之後 回來我就說分手 因為我覺得這個罐子以後 一定會 沒錯 所以以後 我只要發現男生 他只要有暴力傾向 我一定離開 不管妳再怎麼愛我 我都覺得不行 真的就是這樣 今天我們主題市場 有暴力的渣男 趕快離開 真的要趕快離開 不管她多甜言蜜語 好 我也替男生講一些話 如果妳遇到一個有暴力傾向的女生 妳也趕快離開 因為她也不會變好對不對 對 脾氣暴躁就是脾氣暴躁 其實脾氣暴躁 言語暴躁 這個動作 她也許沒有打妳 她摔東西 她砸牆 或用口語式的 口語式的 開車去撞東西 我覺得那都不行 她打牆以後 那個牆就是妳 真的 罪惡 你知道就是有一次 我就是對我那時候的男朋友 非常非常的抱歉 就是在那個 妳砸她嗎 不是 就是在我剛剛說那個 就是妳會跟她同流合汙的男友 之後我就交了一個男朋友 結果她其實什麼都好 就是是我的問題 就是我不知道說 原來我喝酒之後 會跟我那個前男友一樣 就是她喝酒之後酒變差 她就是她喝完酒之後 她就會開始狂幹狗你這樣子 然後講一些很難聽話 然後想辦法讓妳屈服 然後後來我就變得跟她 因為妳不這樣子 跟他們家的人喝酒的話 妳在那個場合會很痛苦 所以我就會跟他們說 妳媽就是會變成那個樣子 妳怎麼 妳怎麼會13倍出來了嗎 對 妳怎麼會13倍出來了嗎 妳好近13倍 很可怕 妳是個變形蟲 對 是雙子座什麼都可以 不是 不行這樣子 這要跟大家告接 這件事情是不好 可是那時候我就不知道 我已經變成這樣子 而且我這樣子 出去跟大家喝酒 朋友大家都很開心 結果沒有 然後我交了這個男朋友之後 我居然在有一次 我們一起大家出國的時候 就我喝醉了 然後他就是服務我以後 然後我就這樣 啪啪啪啪啪啪 我就推他 我就說 妳跟全世界男人都一樣 然後隔天說 我說對不起我喝醉 我根本就是記憶片段 我根本不記得 對 那他是不是就被妳弄走了 他說我需要考慮一下 我需要 因為他 我的人在他的心中已經破滅了 所以一個人好好的 喝完酒 怎麼會怎樣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話 他會不會喝酒 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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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以改的 這個可以改的 我改過來了 完全 因為我 起碼我知道哪裡是不對的 好 其實都會從渣男談到渣性 對 對 改革之心很重要 今天非常謝謝 各位女性的朋友 這麼坦誠的告訴我們 電視機前面的女人 其實人都會遇到一些狀況 但是即時車 剎車 然後不再犯 其實就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不再犯 今天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